大家好 今天5月3星期一 市经过上周五的急跌之后 技术上、形态上已经转弱了 其实市转得很快 因为上周四收市 指数是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技术上、形态上有进一步向上望的条件 唯独是成交金額不配合 即市的动力根本上不双倍 这是隐忧 到周五就急转直下 指数在收市的时间 是低收在10、20和50天线之下 形态上和技术上 都跟我们说 5月初线的差事 很大机会会进一步反复 好像今天的市 早市仍然都进一步向下走 先看指数 早市先低于65点 去到28,659 之后曾经有少少后秋 而见到28,684 但没什么大作为 因为买盘不够 浸浸浸沽沽又涌现 结果市反反复复下跌 直至现在大概11.25分左右 指数最低的28,256 这一分钟跌了468点 有两个技术上的信号是转弱的 第一就是以指数最低28,256 是跌穿了4月份的低位 28,274 这是此其一 第二 技术上 形态上也进一步跌穿了100天平均移动线 28,548 即是在移动线方面 还有一组 防守性的支持就是250天线 不过比较低 在26,320点 暂时来说不会看得太低 但在技术上 形态上 由于指数已经跌穿了4月份的低位 单单看是月份的波幅来说 下一个防守性据点就要退守到 3月25日的低位27,505点 有一个走势大家要留意 整个跌浪的起步点是2月18日的31,183 之后跌到下去 3月25日的低位27,505点 然后一个反弹 上回4月29日的高位29,405 回头就回回来 不跌穿27,505点 最多是高低脚 当然是这样说 但如果跌穿了 代表由31,183开始的中期调整 仍然延续 这就不太理想了 至于5月份 无奈 月初会见一见低位 只看走势已经知道了 不过先低 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呢 因为传统来说是五穷 老实说 在这个环境气候之下 是没有什么直博 沽的又不舍得 买的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大家就不炒 不炒的交流就进一步少了 对很多人来说 没得炒就是找不到资 已经是窮的了 的确如是 在5月初中的大市 我相信 暂时的势头是很难去估计 不过 如果你说5月中前的市先行见低位 那就要看看后续来说 有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出现 如果没有的 大市最低限度可以转定 就等同4月份而已 始终来说 先低就有机会后高 无论怎样也好 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就是印度的变种的疫症 是越来越凶猛的 各国现在私以换手 看看可不可以令到疫情受控 因为早前市场的资金是 去部署 就是说 憧憬在疫苗面世之下 实体经济会慢慢慢慢逐步回暖 但现在疫情又再高级 而且还变了总 令到一部分的资金 如果你想去作部署 现在都停一停手看看 所以暂时来说 在5月初中 大家稍微的心态 略为保守 这是无后费的 隋通有几个应股症 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就是 恒指的谋症 编号60374 恒指价在27,78点 我再说一次 市况不明 而且胶头比较小 就算作任何部署也好 千万不要重瘦 至于股份方面 汇空仍然比较困难 好像上周五 所有传统蓝走都跌 唯独是汇空是升的 但今天都无奈 始终都受到大肆气氛所累 汇空有一支扣证 是22710 行使价是52.88 另外还有一支 是孤证 是15035 行使价是43.88 如果大家想用小小的注码 去捕捉一个反复事 不妨就蜻蜓点水 细细细细画好了 相关的条款 卡进去瑞通网址 就会看得很清楚 好了 终于分析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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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